大家好,我們是南河選民主媒計劃 那這個新款已經就是用了大概三個月左右 那個緣起就是因為現在媒體就是大家都知道它亂報 但是我們也有很少就是沒有明確的互動性監督管道 比如說有一個人他覺得媒體報的有問題 但是他去檢註但是其他人其實不知道還是被騙或是被洗腦什麼的 然後媒體就是他也就是沒有在管說什麼平安報導 就是像最近比如說連勝文那邊爆出說他被泰克害了 然後媒體就照報也沒有去請教專家是不是真的被害 還是什麼其他可能性 像之前Gmail事件其實就只是他們開啟的共用然後收到通知信而已 他們就說他們被害到Gmail這樣子 然後另外比如說像我們追求媒體公正來說就是群眾太小了 然後去反應給媒體他們其實也就是看看就算了 那真正有力量的大就是大多數的他們生活壓力大 所以平常下班之後可能還是比較看一些新山色的新聞 所以其實現在其他的監督門檻也蠻高的然後蠻難對媒體產生壓力 那所以我們需要就是一個就是可以跨平台然後好使用的監督和瀏覽管道 那我們希望說可以讓同一個事件的新聞幾個成議題 那方便就是大家在就是幾個動作之間就可以追蹤真相還有理性 然後就是在跟別人討論的時候也可以比較理性 然後另外就是加入那個我們會跟一些專家合作 那在他的留言下面我們就可以很方便的看到說 專家的意見和媒體裡面 表面的一些採訪有什麼落差 那最後是透過就是簡單的評價項目 然後讓每一則新聞能夠盡量的就是品質化 那讓大家就算你看到那個標題 我們也可以就是 顯示出他是不是有標題殺人 那我們就不會因為只看過去就被騙了這樣子 那做法就是先我們挑出違規的大項目 然後 比如說三個項目 然後問說同意或不同意 那或者是 不選的話就是沒有意見 那如果說你對於細部的項目有 那個更深入的了解那你再可以填一些資訊 那如果是專家的話可以針對一個議題 就是所有的關鍵字去串聯 就是他回覆的文章會關聯到所有的相關的新聞這樣子 那我們目前有做一些簡單的 Mark up 不過可能還會再改這樣子 對那我們這邊有了一些情況 他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就是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目前就是有一些功能是 但是因為雜根的時間很長 他們已經可能不太耐煩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這兩年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事情出來 對那我們會有用到Mango TV 然後需要用Coldova來做前端 那另外也用Media來寫這樣子 對那其他的部分就請大家參考了 謝謝